看 我们家的锅这么脏 我怎么这么开心呢 因为我又有活干了 你看这个锅呀 脏的呀 天 直接会被棉木了 这个锅 满锅身都是这样子的 太脏了吧 这个锅 看 这个锅脏的 我可以直接在上面写溜溜溜了 这个锅虽然说这么脏 但是在我面前见的就是小KC 因为我一直都在用 管生活的黑锅的清洁这里 效果特别好 一直都在用 它主要是针对不锈锅脂 贴珠汁 汤匙 锅脂 还有小烤指甲的话 效果厚得很 操作方法就很简单 把这个褶梨挤到这个锅里上面 脏的地方全部都要给它挤上 这样的话它的效果才更好 用小手给它码匀 码匀 一定要码匀姐妹妹 这样子效果才会很哇塞的 你看 这个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立竿见影哦 这个效果 这个小锅太明显了吧 你看 咸的都已经开始有小锅了 这个锅里它比较难洗啊 然后我们为了节约 省力一点 然后我们在上面铺一点纸巾哈 这个纸巾你们随便铺啥都可以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让它这个 有效成分在上面发挥的时间 更长一点 这个纸巾铺好了之后再把这个 剩下的没有用完的这个清洁 褶梨再给它铺上去啊 再给它淋上去 然后发挥的效果就会杠杠的 这个锅全部都已经弄好了哈 然后我们就把它包起来 这个是我们今天中午吃饭 嘿嘿 用的那个桌布 废物利用一下哈 姐妹在家也是可以一样的 这个洗这个锅因为特别难 建议姐妹们哈 在晚上的时候操作 第二天早上直接起来 直接洗就可以了 这样不会耽误姐妹们的上班时间 是不是 哈喽 把它扩了一遍 明天早上来洗你们 锅了一晚上了 看看这个锅能不能洗干净啊 看这个把它打开啊 看一下到底能不能给它洗干净啊 我去 真黑啊 哎哟噻 第二六堂堂 来我们看一下房龙一晚上的效果哈 看效果怎么样啊 哎 这效果不错哦 我的黑色的变少了 哎 效果还是很明显 这样子洗起来的话就很生意的 这样子 其实这个产品我们家一直都在用 它的效果我都是一直都是知道的 然后最主要的话就是 担心边边角角洗不干净 你看这个边边角角全部都给它溶解了 污渍都给它溶解了 来吧 给它洗了啊 就给姐妹们一进到里啊 看效果 这个锅底太干净了吧 洗的 边边上 这种鸡脚把它拿缝隙里面 都洗干净了 还有这种死角的位置 就是这种缝隙里面啊 主要是这种缝隙里面 看到没 给它用高速球一带 就掉了 姐妹们 你看 你们还记得这个锅原来的样子吗 你看它现在的样子 颜值多高呀 是不是 这个黑锅底那个清洁者里 小人家一直都在用的 今天拍一瓶发三瓶啊 非常的划算啊 你也有点热特权啊 我还记得了这个锅底下